3 2 1 消防署長開心敲響銅鑼 並授起給台灣救援託困隊 鼓勵隊員們在盧森堡 車禍救援挑戰賽 為國爭光 那這個隊伍呢 在去年在線上的比賽 已經得到銀牌獎 那我們期待 在今年大家的鼓勵之下 他能夠為台灣 爭取更高的榮譽 能代表台灣出賽 選手們各個大有來頭 經過滿嚴格的挑選 自從各縣市的精英所選出來 也是經過消防署的評定之後 覺得是優秀 我們才會把它集在一起 然後一起去除了參加這個比賽 迅速破壞車體救出受困民眾 台灣救援脫困隊出國比賽 讓世界看見台灣 可以把我們台灣的救援技術 一起去跟國際做一個分享跟交流 這樣子讓大家知道說 我們台灣在救援技術 是不輸其他國家的 那我們希望我們這一次的實體比賽 能夠撐走更好的成績 遠征盧森寶不只想得獎 還想和世界展開交流 進而提升救援技術 凱旋歸國守護台灣民眾 認為是台北南投 總和報導